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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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最後談到的是 第二小節 第二小節這裡就是談到說你總得站在某一邊 談到我們的時代事實上所面對的 也是這樣的一種情形 他在這裡提到 In our age of terror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and torture in the name of civilization Abraham's test is hardly out of date Hardly out of date 這裡指的就是完全沒有過時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事實上也都還常常面臨的這樣的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有些時候可能是用宗教的名義 有些時候可能用的是文明的名義 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碰到這樣的一種情況 它在這裡面要解釋的就是 雖然在當代很多人可能不見得有宗教的信仰 但是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跟這個宗教的課題 所面對的這個宗教的課題其實是一樣的 它在這裡有一個論點 應該說有兩個論點 這兩個論點是一些人所講的話 一個是在書裡面 二十二頁的倒數第四行那裡 它談到無神論者 an assist 它說一個無神論者 也許他就只是這樣的一個人 may simply one whose faith and love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impersonal aspects of God 他們的信仰以及他們的愛 主要的是放在一個非人的 非位格的神的側面 這個是關於無神論者 所以無神論者其實如果從這方面來講 就是不見得要是一個有位格的神 如果不見得是這樣的話 那一個無神論者在這樣的一個意義上 他其實還是一個宗教的人士 這是他在這裡所引用的 這個Simon Wells 他所說的說法 另外一個呢 這是另外一個無神論者的說法 在我們的書裡面二十二頁的最後兩行 那他在這裡他提到 assist 這個 assist 就是有神論了 assist 是無神論 sist 是有神論 他說 assist may be simply one whose sense of justice or power requires a faith 他說有神論者其實呢 只是他們對於正義啦 對於力量啦 權力啦 的那個感覺他需要有一張臉 需要是用一個人的 衛格的方式出現的 或者他們事實上也是無神論 那麼透過這樣的兩個說法 事實上就把有神論跟無神論之間的界線給模糊化了 本來是精畏分明的 好像一個人認為主張有神論 那他就跟無神論是徹底的分開的 那現在看起來其實未必是這樣 其實未必是這樣 就是任何一個人只要他還是有信念 他還是重視愛 重視正義 重視力量等等 這樣的一個觀點 那麼不管他是無神論或有神論 其實他同樣的都在這樣的一種情況裡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在 我們所讀的 蘇格拉底的這個對話錄裡面 Yusifel 他雖然談的是虔誠的問題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並不是只有宗教人士才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他在前面他區別了兩個不同的陣營對不對 我們在前面就已經提到過 一個是善的陣營 一個是權力的陣營 他說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站在 這個所謂的善的陣營 這個善的陣營就是對他來講 他有某一種理念 那麼他所要去把握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理念 那麼相反的在權力的陣營那裡面 他所重視的不是這個理念 而是這是一個來自於誰的命令 是來自於誰的命令 那麼在這裡他提出了 這個有關於善的陣營的現代的人 在20世紀的時候 那麼一個呢 就是在我們書裡面23頁 這個第一段最後的幾行 他提到這個 Martin Luther King Jr. Martin Luther King Jr. 這個Martin Luther不是文藝復興時期 宗教改革的那位Martin Luther 是美國的一個牧師 他叫Martin Luther King Jr. 那麼另外一個呢 則是前蘇聯的總書記 這個Mikhail Gorbachev 哥巴契夫 那麼他事實上是蘇聯的最後的一任的這個書記 那麼他促成了這個蘇聯的改革 然後蘇聯從此解體了 變成所謂的這個現在我們所說的俄國 然後一些靠近波羅的海地區的一些小國家 紛紛的獨立 那麼這是他擺在善的陣營的兩個人 那麼另外呢他擺在權力的陣營兩個人 一個呢是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 以及這個在二十世紀末 這個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這個在伊斯蘭的世界 這個握有很大權力的這個 奧納兵拉登 這樣把他放在這個權力的陣營裡面 那麼希特勒不用講對不對 在這個納粹的這個系統裡面 基本上所要符音的是希特勒的命令 所要符音的基本上是納粹的命令 至於這個命令本身是否違反善 譬如說屠殺猶太人 譬如說侵略其他的國家 這件事情對或者錯 對於這些整個納粹的體系來講 並不是重要的 他們主要的就是 也來自於上面的命令要去貫徹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歷史上 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把它 歸到所謂的權力的陣營裡面去 那麼另外一個呢 則是奧納兵拉登對不對 在奧納兵拉登的這個信念裡面 就是來自於賓拉登的命令 必須要徹底的遵守 其實這個命令呢 可能會導致很多人的死亡 甚至導致自己的死亡 但是因為他來自於這個賓拉登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面就構成了一個 權力的要求 這個是為什麼他本來要歸在 權力的陣營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麼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美國的這個民權的領袖 這個Martin Luther King Jr. 那麼他呢後來在1964年的時候 獲得了諾貝爾的和平獎 那麼他呢一直都是用非暴力的方式 來爭取黑人的民權 非黑人的民權 但很不幸的他後來還是被暗殺了 但是在這個Martin Luther King 他不斷的就是什麼 宣揚他的理念 這個是他很有名的一個演講 那麼在那個演講裡面 他繼續的就是在鼓吹這個 黑人的權力應該要跟白人 同樣是人類應該是要平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事實上是有一個理念 一個所謂的善並且呢不斷的為這個 他所要達到的這個善而奮鬥著 那麼這個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很有名的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呢叫做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 那這個是他有名的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就是不只是在表達著他的理念 而且也表達著他的感情 他所做的一個夢就是黑人跟白人都是一樣的平等的 共同的生活在這個清天白日這個大地之間 OK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哥巴契夫 哥巴契夫呢是蘇聯末代的總書記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過 那他也同樣的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他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在1990年 1990年在這個他推行蘇聯的這個改革開放之後 那這個諾貝爾就頒發了這個和平獎給他 那麼對他來講當然 這個這一連串的改革會削弱他的權力 甚至削弱整個蘇聯那個極大的控制體系的權力 但是顯然的哥巴契夫有他的一個理想 他願意放棄這個權力不只是他個人的權力 而且是這個國家蘇聯這個大的系統的這個權力 他把它給這個釋放出去 透過這個釋放出去呢可以讓人民得到更多的自由 也可以讓世界在這種冷戰的壓力底下 這個大家感到鬆了一口氣 那麼哥巴契夫顯然他是有某種理念 支持著他做這樣的一種放棄權力的事情 因為在人性裡面任何一個既得權力者 他一定會什麼握緊這個權力並且 這個擴大他的這個權力 那麼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強國更加會是這樣 當他強他就要求要更強 那哥巴契夫幾乎是反其道而行 這種反其道而行如果不是一個有理念的人 幾乎不可能是這樣做的 這個是為什麼他把這兩個人 歸在這個善的理念當中 那麼 後面他這個 談到了這個 Yusufo 這個對話錄的末尾 Yusufo 對話錄的末尾 那麼他在這個末尾裡面 講到蘇格拉底跟Yusufo 在這裡面雖然兩個人是在做對談 但顯然有一個立場上的不同 所以他說Sacrides leans one way Yusufo the other 兩個人顯然有不同的看法 他說But if anything We are further than ever from a satisfactory answer At the end of the dialogue 那麼 但是他說 這個 在這個對話錄的末尾 We are further than ever from a satisfactory answer 意思是說 最終我們完全沒辦法 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那麼這個 這個所謂的滿意的答案 他說我們是比之前還更加的遠 幾乎是最遠的一個情況 那麼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那麼這裡的We 指的並不是Sacrides 跟Yusufo 而指的是什麼 讀者 讀者在讀的過程當中 以為蘇格拉底跟Yusufo 透過這個對話 然後也許得到共識 或者是譬如說 蘇格拉底說服了Yusufo 但是事實上 這個對話錄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在柏拉圖所寫的很多的 關於蘇格拉底的對話錄的內容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就是 兩人 蘇格拉底跟對方 最終並沒有得到什麼答案 所以如果一個人 他在讀柏拉圖的對話錄的時候 他想要的是一個 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那他可能會感到非常的失望 Yusufo 就是一個典型 他說在這裡面我們看到 兩個人講到最後 其實沒有什麼確定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 蘇格拉底那樣說 Yusufo 好像不太了解他 然後他繼續說他的 這個基同鴨甲 所以在某個意義上來說 柏拉圖的這些對話錄 呈顯的其實 常常是我們現實的一個樣貌 就是在我們的現實世界當中 兩個人即使講得非常高興 也很有可能是什麼 激通鴨甲 這個彼此在講自己的話 那麼在Yusufo 這個對話錄裡面 最終事實上也是如此 那麼我覺得簡體字的翻譯 這個是比較好的 他說 對話的最後 離滿意的答案越來越遠 那麼這樣的一種情況 而不是只是Yusufo 跟蘇格拉底 其實是我們找不到一個 能夠讓我們滿足的答案 那麼所以在 這顯示是什麼 顯示在柏拉圖的對話錄裡面 如果我們要得到一個 確定的答案的話 那麼事實上是必須要我們在 他們的這個談話的過程當中思考 你自己才能夠想到一個答案 這個對話本身是不會提供這樣的一個答案 這個是在Yusufo 的對話錄裡面 所明顯可以看得到的 好 那 因此在他的這個 這個最後 這個 我們會看到Yusufo 說 Yusufo 覺得跟蘇格拉底 沒什麼再好談的了 他說他還有事情 所以他就離開了 離開了 那麼這個對話就 就到此結束了 那麼 唯一一個大概可以說的 那也是跟下一個對話錄 下一個柏拉圖的作品 也就是這個 Apology 可以關聯起來的 就是 他在要離開的時候 蘇格拉底所講的 這個事實上表達蘇格拉底 跟Yusufo 對話的一個初衷 那麼這個話呢就是在 二十三頁的第二段 第六項 這個蘇格拉底 他對這個Yusufo 想要走掉的 Yusufo 說 You are going off 你要走了 And that you mean from the great hope which I entertained 然後把我所抱持的這個希望 給毀滅了 That I could learn from you 我本來是希望能從你那邊學到 What was holy and what not Not 就是什麼是神聖 什麼是不神聖 我想要從你那邊學到 這個 holy 或者我們翻譯成虔誠 就是什麼是神聖 或者什麼是虔誠 And quickly have done with militars persecution by demonstrating to him that I have now become wise in religion Thanks to Yusufo 他說我本來想說我從你那邊學到 然後呢那個控告我的那個人 就是他這裡所說的 militars 其實一共有三個人控告 這個我們在下一節就會看到 一共有三個人控告蘇格拉底 他在這裡面就是 只舉出了其中的一個主要的 就是 militars 他說我可以很快的 等一下在為自己做辯護的時候 就可以針對 militars 對我的一個控訴 來證明給他說 我現在呢在宗教上面呢 我已經變得有知識 我懂了 我知道什麼叫虔誠 什麼叫神聖 這個就是因為Yusufo 關係 他說我本來以為我可以這樣子的 And no longer improve improvise and innovate in ignorance of it 那麼不再是什麼 對他無知的 And more over that I could live a better life for the rest of my day 而且他說更重要的 並不是只是能夠這樣子的來跟 militars 說 而且呢我未來 在我人生以後的歲月裡面 我可以過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他說我本來期待的是這樣 但是呢你卻說你現在就要走了 這個是蘇格拉底 他在Yusufo 要走的時候 他所講的話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對話錄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無疾而終 無疾這個 就告一段落 那麼我們在這裡面 事實上要透過這個對話 來思考 在這裡面蘇格拉底跟Yusufo 他們這個所持的立場 以及在這裡面看出他們的差區別來 這個是關於這個對話錄所顯示出來的 那麼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本書的作者Samuelson 他主要的就是擺在這個兩個陣營裡面 這個所謂的善的陣營跟這個權力陣營 在他看來蘇格拉底其實要說的主要的 就是他問說究竟虔誠是因為他是按照神的話來做 還是我們之所以要按照神的話來做 是因為他是符合虔誠的這個德性 而才要按照神的話來做 換句話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神的話並不是一定要聽的 我們要依照的 其實是我們的理念 這個是蘇格拉底的想法 所以各位可以在這裡看到的就是 蘇格拉底這個想法是這樣 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照著神的話來做 就這一點而言 他會被控訴不虔誠 用宗教的因素來控訴他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第一個對話錄 那下面接著我們就來看第二個對話錄 那麼接著我們要來進入到這個第三節的部分 那麼第三節的標題叫做神域與精靈 神域與精靈 那這個對話錄在整個第三節 第二章當中 他是中間的一節 中間的一節 然後他是唯一不是用人民 比如說前面的Useful 或者是後面的Crito Fado等等 不是用人民來作為對話錄的 那麼他的這個標題是Apology Apology就是我們上次提到過的 為自己做辯護 那麼他也是唯一一個不是用對話的方式 而是蘇格拉底自己的獨白 那這一節的標題如果看中藝本 不管繁體字或者是簡體字 都把它翻譯成叫做神域與惡魔 這個Demon 在英文的口語裡面就是惡魔的意思 就是惡魔的意思 那麼這一節非常的長 一共有五個小節 那麼在第一小節就已經出現神域了 所以這個翻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神域 Orko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Demon 這個字眼呢 一直要到第四小節才出現 那麼在第四小節那裡 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解釋了Demon 的意思在 首先我們可以在二十八頁的最下面 二十八到二十九頁 這裡看到他的這個解釋 他說蘇格拉底在為自己做辯護的時候 這個講了一個讓大家更覺得他有罪的 就是他的罪名主要是宗教的罪名 對不對 那麼他在這個談的時候呢 他講了一個話 這個話呢讓大家覺得他更可能是不虔誠的 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在二十八頁的最下面一行 他說 To make matters worse 讓事情更加的惡化 Succordi claims to be guided by a daimonion 那麼這個 他說蘇格拉底呢 他宣稱他自己是被一個 daimonion 所引導 那麼如果我們把它翻成惡魔的話呢 你蘇格拉底說我就是被惡魔領導 對不對 聽起來就是蘇格拉底是惡魔黨 蘇格拉底根本就是一個聽信惡魔的人 沒有人會講說自己是被惡魔所引導 對不對 那麼他這裡就解釋這個 daimonion 是什麼 他說 是 his own little god 他的小的神 a kind of guardian angel 其實是一個 這個 這個保護你的天使 所以這裡的這個 daimon 這個字眼 比較想可能比較適合翻譯成天使 而不是翻譯成惡魔 那中藝本跟這個 中藝本都把它翻成這個惡魔 其實是不適當的 那可是為什麼他使用的是這個 daimon 這個字眼呢 為什麼使用的是 daimonion 這個字眼呢 這牽涉到希臘文 轉換成英文的過程 那麼這個轉換的過程呢 在二十九頁的第一行那裡 他說明了這一點 他說 這個 Though the root Ruduar daimon 也就是英文的 daimon acquire the devilish connotation much later 他說這個 daimonion 這個字本來在古希臘文 不是沒有什麼惡魔的意思 希臘的諸神 並沒有那個什麼 魔鬼 並沒有這種觀念 那個希臘是一個多神論 所以其實一切都是神 所以並沒有這個魔鬼 這樣的一種觀念 那麼他後來變成具有一個魔鬼的意義 這個就是他這裡所說的 devilish connotation 具有這個惡魔的意義呢 其實是 Christians 基督徒 try to follow out exactly what the policies were worshipping 這個基督徒呢 要讓人感覺到 他要讓人為這件事情而迷惑 就是多神論的世界所崇拜的東西 這個基督教傳進到羅馬 希臘跟羅馬都是多神論的世界 所以基督教就開始 某種程度上來說 就開始醜化了 這個多神論世界裡面所崇拜的神 那麼在多神論的世界裡面 當他們使用這個 daimonion 或者是 daimon 這樣的字眼的時候 漸漸的在基督教裡面 就變成的是魔鬼的意思了 漸漸的就變成這樣的一個意思了 所以他因此在這裡面 不只是一個語言的轉變 而且是一個文化的轉變 因為現在變成是一個一神論的世界 所以當他變得 這個談到以前的多神論的世界 所用來指各種神的那個字眼的時候 那個字眼漸漸的就變成是惡魔的意思 那麼他在這裡就說 We still might say that when people claim to be guided by their own God It's almost always a demon 他說這個 事實上當一個人 他被他自己內心裡面的神所引導的時候 我們還是說那是一個 daemon 但是這個字眼就已經變成是一個惡意的字眼 一個壞的字眼了 這個是關於這個字眼的轉變 那麼所以當我們要來談這一節所談的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要回到 這個古代希臘文的原文的意思的話 把它稱之為叫做這個魔鬼其實 或惡魔其實是不合適的 而應該要把它翻譯成為精靈 所以蘇格拉底說他有一個內心裡面有一個精靈 這個精靈會告訴他不要做這件事 所以蘇格拉底說我後來就沒有做 所以有些時候這個精靈像是某種良心對不對 良知或者我們現在所說的天使守護天使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神靈 那在這樣的一個意義上 我把它翻譯成叫做精靈 這個是關於這個標題的部分 那麼我們因此就可以了解到 在這個投影片上面所看到的 各位所可以看到的就是 Demonium他的希臘文的原文 那麼他在希臘文英文字典裡面 其實就是神就是deity 就是神的意思 所以蘇格拉底其實在為自己辯護的過程當中 他談到他自己內心裡面常常有一個神靈 這個神靈在跟他講話 這個神靈在跟他講話 那各位如果還記得 我說蘇格拉底有三個罪名 其中的一個罪名就是他另外建立了新的神 他不信雅典的神 這是第一個罪名 第二個罪名他自己建立了一個神 那他自己建立什麼神 其實就是他說他心裡面好像有一個精靈 這個精靈會跟他講話 那麼希臘人就用他的這個說法 說他自己建立了一個新的神明 那他在為自己做辯護的時候 他又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談 他其實最好要為自己辯護就是絕口不談這件事 但是他又把他拿出來談 所以本來可能只有一些人知道 現在就搞得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就更加覺得蘇格拉底真的是有罪的 這個是他為什麼在前面我們在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他這個開頭說 to make matters worse 就是讓事情變得更加的惡化 因為蘇格拉底呢這個不該說的都說了 好我們再回到這個 這個 這個 23 頁這個開頭來 那麼在23 頁的這個開頭 一開始的時候所寫講到的其實是 Oracle 是神域 那麼希臘的這個多神論的世界 是一個非常相信神域的一個世界 那麼在希臘有一個 有一個城市叫 Delphi 我們中文可能翻成叫戴爾飛 那麼這個城市呢 他主要的就是供奉著阿波羅太陽神 而阿波羅太陽神呢 最主要的就是給神域 就是給神域 那麼希臘所有的城邦 幾乎國家有什麼重要的大事 都會到Delphi 跑到Delphi去問這個神域 那Delphi 的位置呢 就在整個希臘的這個半島的正中央 所以很公平對不對 這個情況其實就好像台大的總圖 在整個台大的地理中心一樣 那對任何一個科系都很公平 每個科系要到這個總圖距離 就不會有哪一個科系 特別遠要橫跨整個校園 最遠的大概就是 從這個校園的邊邊一直到這個總圖 大概就是一個 如果校園像是一個圓形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半徑的距離而已 沒有人需要走到像一個直徑 那麼長的一個距離 那麼在希臘的這個Delphi 這個阿波羅的這個神殿也是如此 他就在希臘的這個中央 所以每一個城邦有什麼事情 都會要到這個Delphi去問神域 所以各位如果看過這個電影什麼 三百壯士就是講斯巴達對不對 斯巴達的國王在要抵抗波斯之前 他事實上也到這個Delphi去問神域 那麼各位這個就是 同文篇上面各位所可以看到的 這個就是希臘 這個就是希臘 對不對 那麼這個Delphi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打星星號的地方 那麼所以我說他大概就是在他的一個中間 而且事實上希臘人不只認為 Delphi 是在整個希臘的中間 他們認為Delphi 是宇宙世界的正中心 宇宙世界的中心 照希臘人來講法就是 Delphi 就是一個人人體的肚脊的位置 這個肚脊大概就是在人的整個中間的這個地方 那雅典呢是在希臘的東南邊對不對 靠近愛青海這邊 那從雅典如果一個人要去問神域 他從雅典走到這個Delphi 就要走這樣的一個距離 那麼其他的比如說這個Larisa 他要到Delphi從這裡走過來 或者是帕特拉斯他要過來 那麼對他們來講 這個Delphi就是一個中心的一個地帶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什麼 就是希臘人是多麼重視這樣的一個神域 那麼我們現在在希臘的歷史裡面 所看到的這個神域 其實給出來的都是非常模糊的 非常模糊的意思就是神域內容都需要 這個再加以詮釋 就需要加以詮釋 這個情況我覺得就很像在台灣的民間 你知道這個有這個所謂的姬童對不對 姬童其實就是給神域 但是除了這個姬童之外 你知道還有一個叫做豆頭 桌頭 那麼這個桌頭是做什麼呢 他解釋那個姬童講的很莫名其妙的話 告訴你說那個話 翻成白話的話是什麼意思 那麼神域常常給出來的 就是像是一個模糊的一個說法 那麼所以按照這個模糊的說法 似乎都解釋得通 就是事實後來發生是怎麼樣 就解釋得通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希臘有一個這個城邦 那麼他想要去攻打另外的一個城邦 那他就不知道他這個 這個攻打能不能做成功 所以他就去Dephi 問阿波羅的神域 結果他得到的回答是 你將消滅掉一個強大的國家 那個國王一聽就很高興 很高興 為什麼高興 因為他將要消滅掉一個強大的國家 結果他去攻打 結果他大敗 然後他自己的國家就被消滅了 原來他所要消滅掉一個強大的國家 其實是消滅掉他自己這個強大的國家 這個就是我們在神域裡面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他講的神域已經是過了希臘的時代 進入到羅馬的時代來了 他談到了羅馬時代的 就是羅馬人都還模仿著希臘 就是一樣的會去問這個神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人會去問神 這表示什麼 人覺得自己是無力的 人覺得他其實沒有辦法的掌控這一切 所以常常他會問一下神 他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他能否成功或者是不會成功等等 在我們書裡面他談到了一些 人常常會問到的一個問題 在23 頁的最下面這段 第二行他說 Am I going to be called as an adulterer 他說我會不會被逮捕 Will I split up with my boyfriend 我會不會跟我的男朋友分手 Will so and so survive the illness 這場病我能不能夠活過去 對不對 Will I ever pay back my debt 我欠人家的錢我到底有沒有辦法還呢 等等 人會問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們書裡面呢 就談到了這個羅馬的一個歷史 這個歷史學家呢 這個歷史學家呢 叫 Suetonius 這個 Suetonius 他這個寫了羅馬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帝制的時期 這個十二位這個羅馬的皇帝 那麼其中一個呢 是暴君 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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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些中藝本把它翻成叫尼陸 這個 Nero 是羅馬時代的一個 一個非常荒淫無道的 的一個一個皇帝 那這個皇帝呢 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是荒淫無道的 所以呢 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也感到忐忑不安 那麼他因此呢 就跑去問這個 Delphic Oracle 去問這個戴爾菲的神域 他說這個 Suetonius tells how the emperor asks the Delphic Oracle 他問說 When am I going to die 我什麼時候會死掉 我什麼時候會死掉 他很害怕的就是 他會被推翻 或者是會被暗殺 或者是會被這個其他的 這個 因為當時羅馬非常的龐大 是一個跨歐亞非三州的一個大的帝國 各位可以在這個 偷影片上面看到 這是當時的羅馬的這個地圖 這是當時的羅馬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地方就是小亞西亞 那麼下面的非洲的沿岸 也都是羅馬的領土 那麼甚至包含了這個 西班牙包含了意大利 那整個還有希臘 那整個都在這個羅馬的領土之內 這個是當時的前行 那這個奈羅過著荒吟無道的生活 所以他問說 我什麼時候會死 然後他說 The answer came back 那個神域給的回答是 Let him feel the 73 years 讓他害怕 73 歲 讓他害怕 73 歲 那這個奈羅呢 那時候才什麼 30 歲 過著荒吟無道的生活 一看我要到 73 歲才會死啊 所以他就什麼 繼續過他的生活 他說 Narrow just 30 was relieved 鬆了一口氣 figuring that he still have more than have his life to live 他還可以活好久 還可以活三十幾年 and dug back into his distilled lifestyle 繼續過他荒吟無道的生活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他人在義大利 羅馬是在義大利 他人在羅馬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已經 引起的到處都在判亂 引起各種的判亂 那個反對他 那麼在反對他的其中一個呢 就是 23 頁倒數第三行的這個 Garba Garba 那麼Garba 後來就成為 Narrow 後面 這個 現在你看到這個雕像就是 Narrow 的雕像 他很年輕 對不對 因為他很快的就死掉了 Garba 則是一個 當時駐守在西班牙地區的一個行政首長 他也是反叛他其中的一個人 而Garba 當時就是 73 歲 那他說Garba 孫 to be the next emperor of Rome 他很快的後來就成為 羅馬的下一任的皇帝 那Garba 這個時候正在什麼 招兵買馬 正在這個集合他的軍隊 然後要來打這個 Narrow 所以 Narrow 一看 這個大勢已去 就自殺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神域並不是說 Narrow 可以活到 73 歲 他說讓他害怕 73 歲 原來是有一個 73 歲的人 要來推翻他 要來推翻他 那Garba 因此就成為 Narrow 之後的另外的一個皇帝 不過Garba 他這個皇帝 當不到一年 他又被推翻 然後整個當時羅馬就陷入了一個 非常混亂的一個局面 就冒出一個皇帝 然後這個皇帝很快的又被推翻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當時羅馬的一個歷史 不過我們書裡面這裡要說的 正是這個所謂的神域 就是希臘的神域到羅馬的時候 還顯得非常的重要 那我給大家看的就是這個神域 是來自於 Apolo Aporo Aporo 事實上是希臘的美男子的一個代表 就是男子最英俊瀟灑的一個典型 就是 Apolo Aporo 他一方面是太陽神 對不對 一方面是神域之神 一方面是文藝之神 同時又是一個美男子的一個代表 就像維納斯是美女的一個代表 就像那樣子一樣 那麼所以我們在每一次看到 Apolo 的雕像 他的這個比例 這個容貌 大概都是被雕的這個最好的一個比例跟容貌 那這張圖所描寫的呢 就是這個給神域的過程 那麼神域呢一定要透過一個媒介 這個媒介呢在這裡呢 就是透過一個女性 而且在希臘當時一定是一個處女 然後她會被神所附身 然後從她的這個嘴裡面 就講出了我們剛剛說的那種可能是一語雙關 或者是必須要在被人所詮釋的那個話語 那她所做的那個位置呢會冒出真氣來 讓這個靈媒呢本身陷入了一個 迷離的這個沉醉的一個狀態 然後她才會得到神的附身 然後才會給出這個神域來 這個是我們在同影片上面所看到的 好這個是希臘人他們對於這個神域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為什麼要講到神域呢 因為蘇格拉底呢跟這個也有關係 我們從前面一節第二節那裡 尤其佛所談到的都是跟宗教有關 那麼在這一節裡面我們看到蘇格拉底的罪名 也主要就是宗教方面的罪名 所以在這一節裡面我們會談到跟希臘的這個 多神論的宗教有關的內容 那麼其中一個呢就是跟神域是關聯在一起的 那麼這個內容呢主要就是在書裡面的二十四頁 那麼在這裡呢他談到了蘇格拉底有一個學生 那麼這個學生呢叫做開雷鳳 開雷鳳 那麼這個開雷鳳呢是一個個性比較像是孔子有七色弟子對不對 那麼孔子的七色弟子裡面呢每個弟子的個性都不一樣 比如說有一個叫子路抱虎平和對不對 非常的耿直然後這個非常的這個直率 那卡雷鳳的個性很像子路 那麼當他聽到蘇格拉底說他沒有智慧沒有知識的時候 卡雷鳳呢就很不以為然 所以呢他就跑到了這個 去問神域 又去問神域 那麼二十四頁呢就是要去敘述這件事情 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你看希臘人呢他們大小事都問神域 兩個人如果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的說法有什麼不服氣 他也跑去問神域 神域幾乎就是一個仲裁者 神域講的這兩方面都要服氣 那麼這個卡雷鳳呢他在二十四頁的第一行 他說卡雷鳳 towards the end of the 5th century BC Famously went to the temple at Delphi 那麼他談到這個 Delphi 的這個神廟 阿波羅的這個神廟 他外面呢有幾塊的大石頭 其中的一塊大石頭上面呢 就刻著一個哲學很重要的字眼就是 認識你自己 他說 where know thyself was inscribed in the forecord 在這個廟的前殿的那個石頭上面 刻著認識你自己 其實他還有別的石頭 刻著別的字眼 但是認識你自己這件事情 後來就被蘇格拉底拿出來談 說哲學就是要認識自己 這個我們在正門課的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提到過 好 那麼這個卡雷鳳呢他就跑到了這個 戴爾菲神殿 to ask the oracle 他在問神域 問什麼呢 if his friend sacrates was the wisest of all 就是問說 蘇格拉底 是不是我們雅典裡面最有智慧的人 那麼他得到什麼樣的回答呢 這個二十四頁的第四行說 the answer came back no one is wiser 沒有人比他更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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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卡雷鳳就非常高興的 回到了雅典 並且告訴蘇格拉底說 我去問了神域了 神說 你是全雅典最有知識 最有智慧的人 那他下面提到 他說 when Sucreides got wind of the gods pronouncement 這一個 got wind 就是什麼 聽聞到這個消息 那麼 he was puzzled 蘇格拉底就覺得很疑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無知的 一個無知的人 怎麼可能是最有智慧的人呢 那我們在這門課的一開始 就已經講過這個典故對不對 我說 希臘文的知跟知 其實是同樣的知 其實是同樣的知 那麼他們就都來自於這個 Sophia 就是哲學 philosophy 的這個自偽的這個字眼 那他呢 這個 Sophia 的 形容詞是 Soph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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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是有知識的 或者是有智慧的 那麼由這個形容詞呢 可以做出 他的變化 譬如說 他的最高級 就是最有知的 那麼或者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神域說 No one is wiser 沒有人是更聰明的 那是他的比較級 那是他的比較級 那麼所以最有知更有知 然後呢 知道自己的無知 不知道自己的無知 這些呢都是什麼 都跟知知這個字眼相關 那我之所以不用 智這個字眼呢 主要就是因為 智當形容詞沒有問題 可是當他要作為這個 名詞的時候 作為動詞的時候 就是一個人知道自己的無知 那智這個智沒辦法來做動詞 對不對 那就沒有辦法顯露出 在這個故事當中的整個的邏輯來 所以我通常把那個智 省略掉就是談知 就是知道自己的無知 比起不知道自己無知 多了知對不對 而且呢也因此這樣 他就更有知 從而他就是最有知的 最有知的其實就知道無知而已 這個是關於這個故事的一個 這個情況 那蘇格拉底他的這個疑惑 他為了要去解決這個疑惑 所以蘇格拉底就什麼 就到處去跟人家講話 那他要講話其實是 目的是要去證明這個神域 是錯的 因為這個神域說他是最有知的 這個雅典沒有人比他更有知 所以蘇格拉底的想法是 我只要找到一個比我有知的人 我就可以證明這個神域是錯的 對不對 那在我們的書裡面 就談到在這個24頁的第一段的中間 他說 He set out to prove Apollo and his priestess 那個 priestess 就是那個靈媒 他開始著手去證明 Apollo 以及他的這個靈媒是錯的 那麼在這個瓜服的後面呢 就談到了蘇格拉底 他講他在 Apology 講這個故事的一個原因 講這個故事的原因 因為他要去洗刷他的冤屈 他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他要去講的就是 我其實並不是不虔誠的 我並不是一個違反雅典宗教的人 那當他說他要去證明Apollo錯的時候 看起來他好像是不虔誠的 所以那個瓜服裡面的 我用紅色的標出來的這個部分 顯露的就是蘇格拉底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看起來他好像是不虔誠的 他說As if to bear out the charge 這個控訴 of unholiness 就是這個不神聖或者不虔誠的這個控訴 That was eventually labeled against him 那他在要去證明這個神域是錯的時候 似乎就是在證明他自己的 這個不虔誠的控訴是真的 是合理的 因為他竟然要去什麼 證明神明給他的的是錯的 但是蘇格拉底在問了那麼多人之後 他最後證明出來是什麼 是神域是對的對不對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蘇格拉底最終他認為 他說他自己無知是對的 但是呢 全雅典最有知的人是他也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無知的人呢 知道自己的無知 而其他的無知的人呢 連自己的無知都無知 所以他是全雅典最有知的人 全雅典沒有人比他更有知了 那麼他也不過就多了一個知 這個知就是知道自己無知的知 所以他最終所得出來的結論 就是在我們的書裡面 這個二十四頁的這一段的後面 他說 As the story goes Socrates wandered around essence questioning its citizens politicians, poets, craftsmen about the special truth they claim to possess and 那麼他最終 and eventual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od has spoken the truth 他最後的結論是 神說的是真理 神說的是真理 然後這個瓜福呢 就是要去講說 神說的是真理 這表達了一個什麼樣的意思 他說 as if to disprove the charge of unholiness against him 這顯示什麼 他並不是不虔誠的 他最後所證明的其實是神是對的 其實所證明的是神是對的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個就是蘇格拉底在這個故事 在這個 apology 當中 他為什麼要為自己 就是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的原因 其實他就是在為自己辯護 辯護說 他最終事實上是證明神是對的 所以大家不應該因此認為他有罪 那麼在這一段裡面他談到 他就是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 他面對這個 cariffon 說他是全亞連最有資的人 這件事情 他採取了一個策略 他說 his strategy was simple 他的策略就是 find one person 找到一個人 with even a little bit of positive wisdom 他說這個人只要有一丁點的智慧 這個 positive 就是正面的 肯定的 就是他只要有一丁點的正面的 就好像蘇格拉底認為說他自己是無知嘛 對不對 無知是零 那零以上的叫做 positive 零以下的是負數 那是 negative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他只要有一丁點的智慧 比如說即使是零點一 零點零一 都是 little bit of positive wisdom 他只要他不是負的對不對 那他就會大於一 所以蘇格拉底在這裡面的一個策略就是這樣 找到一個人 這個人呢有一丁點的智慧 which would clearly beat him whose wisdom level was at zero 那這個人就會完全把他給打敗 beat him 就是完全把他打敗 因為他的智慧是零 而那個人呢至少有零點一 零點一就大於零 所以他就可以證明神域是錯的 因為神域說他是最有智慧 或者說沒有人比他更有智慧 那這個神域顯然就是錯的 這個是這句話所顯露的意思 ok 那麼同樣的在這一段 這個最後的一句話 最後兩行 他說 everyone else claimed to have knowledge when in fact they did not 他說每一個人都宣稱他自己是有知識 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知識 然後他下面接著說 putting them in the whole wisdom wise 那麼把他們這個他們指的就是那些 宣稱自己有智慧有知識 智慧或知識 可是實際上沒有的人 把這些人呢放到了一個洞裡面去 然後 wisdom wise 那我發現這句話 在我們的書裡面 在中藝本裡面都翻譯得很奇怪 那個繁體字中藝本把那個 putting them in the whole wisdom wise 把它翻譯成叫他們的銳智是空洞的 那簡體字的中藝本呢 則是自己造了一個跟他不相干的句子說 蘇格拉底變成為了最具智慧之人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句子表面上看起來不太合文法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我們在前面加了一個 list 的話我覺得就會比較清楚 這個 list 指的就是什麼 前面那個 everyone also claimed everyone else claimed to have knowledge when in fact they did not 他說每一個人都宣誓自己有知識 那麼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知識 這件事情呢 就把他們因此都放到了一個洞裡面去 那麼這個把它放到一個洞裡面去 在英文的一個使用裡面 其實就是把它們放到一個 一個進退尾骨的困境裡面去 這樣的一個意思 然後那個 wisdom wise 我覺得那個兩個中藝本好像 都把那個 wisdom wise 看成 他把那個 wise 直接看成 wisdom 的形容詞 就是有智慧的 可是這個完全不通對不對 wisdom 是一個字 wise 是它的形容詞 這個 wisdom 智慧 有智慧擺在一起 這是行不通的對不對 對不對 wise 其實常常在英文裡面當作一個字的 智慧 而這個智慧呢 表達了一個副詞的意思 就是要以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 wise 所以他這個 wise 的這個智慧 跟智慧沒有什麼關係 那跟智慧有關係的是那個 wisdom wisdom wise 這當然是 Samuelson 自己所造出來的字 所以他在 wisdom 跟 wise 中間加了一個 這個破折號 那可是他要講的是什麼 以一種有智慧的方式 就是把這些人擺到一個他們的困境裡面去 他們這個什麼 宣稱自己有知識 但是蘇格拉底透過一個對話的過程 證明了他們沒有知識 所以這些人就陷入了困境 他說蘇格拉底就用這樣的一種有智慧的方式 把這些人給放進到他們的這個 讓他們置身到困境裡面去 這個是他所說的 wisdom wise 所顯露的意思 這個是 24 頁的第一段 那麼 25 頁呢 他才開始談到這部對話錄 這部對話錄呢 就叫做 Apology 他說 Socrates tells this parable 他說蘇格拉底講的上面那個故事就是 他為什麼要到處去問人家 那希望從人家那邊得到智慧 他說其實蘇格拉底是為了證明他自己 這個並不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那他說蘇格拉底講的這個故事呢 這個故事就出現在 It's found in Plato's Apology 就出現在柏拉圖的這個 Apology 那 Apology 這個字 就是希臘文的 Apologia 就是抗辯辯護的意思 希臘不像我們現在 有一個完整的司法的體系 就是對我們來講是完整的司法體系 對不對 包括我們現在會講什麼 罪行法定主義 那麼罪行法定主義是什麼 就是你要控告一個人 必須要法律上有明文規定 你才能夠去控告他 如果他根本就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話 那你沒有辦法去控告他 比如說台灣最近把這個通姦罪給取消了 除罪化了 那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去告一個人這個通姦了 以前可以 但現在他已經不在我們的這個法定的罪行當中了 可是希臘他沒有這些明文的法定的罪行 對不對 那些明文的開始出現成文的規定 事實上是羅馬以後 所以希臘人他們可以用各式各樣你想得到的的 罪名去控告別人 就像我們說 我們剛剛在看到蘇格拉底那個 就是說他腐化雅典的年輕人啊對不對 然後他不相信雅典的神明啊 他自己建立了新的神明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造出這些罪名來 然後來控告他 那希臘呢也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這個律師或者是什麼公社辯護人 所以他們常常需要的就是為自己做辯護 那麼apology 就是這個為自己做辯護的意思 就是一個人被人家告了 他得自己去為自己做抗辯 這個是關於apology 的這個名稱 那蘇格拉底呢他在為自己做辯護的時候 卻是在講這個故事對不對 那這個沈喪尊在這裡他就說 他說他所講的這個故事 就好像其他一切好的故事一樣 Like all good parables It seems easy going at first 一開始你讀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覺得什麼 是這樣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故事 他說 but its meaning sun drop off like a coastal ship 他說但是在這個故事裡面 所隱含的那個意思呢 當你去思考那裡面所隱含的意思的時候 他說那個意義呢就一下子就掉落了 他說就好像那個大路騰 就是一個像一個懸崖那樣直線的掉落 到底蘇格拉底講這個幹嘛 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他一定是要表達什麼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在讀 Apology 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辦法那麼好的去理解 Samuelson 在二十四頁的第二段 他這裡就舉了幾個問題 就是你去思考這個故事裡面 所含長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幾個問題都不是很好回答 比如說二十四頁的第二段第四行 他說 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wisdom 究竟所謂的有知識或者有智慧 在蘇格拉底那裡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怎麼會說大家都沒知識 大家都沒智慧呢 什麼叫做有知識有智慧呢 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wisdom 第二個 他說 how is his knowledge of ignorance a kind of wisdom 那麼他知道自己的無知 這是怎樣變成叫做是一種知呢 就知道自己的無知怎麼樣是 可以稱之為叫做是一種知 從而他能夠好像很完整的去說出 知道自己無知的人是最有知的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這是他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他說 How can it be that poets don't know about poetry that politicians don't know about politics that craftmen don't know about their respective craft 他說蘇格拉底在這個不斷地詢問 雅典的其他各行各業的公民的時候 他最後證明的是他們是無知的 可是你怎麼去說他們對自己所 從事的工作是無知的呢 比如說當我們說詩人不懂詩 這是什麼意思 詩人對詩是無知的 然後政治家雅典的政治家 對政治是無知的 然後雅典的工匠們對於他們各行各業的公義 是無知的 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會說他們是無知的呢 對不對 這個其實是很難去說服得了別人的 所以如果我們仔細的去思考這個故事 然後想要了解那裡面的一個 就是蘇格拉底要表達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些疑問 那麼最後兩個問題 他說 Is Socrates humble or prideful 他說蘇格拉底到底是謙虛還是驕傲 holy or unholy honest or dissembling 究竟是誠實還是什麼 還是根本就是在碰風 其實是在說一些胡扯 這個蘇格拉底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而且這個問題不會是只有我們 在看 apology 的人有這樣的問題 你想想看蘇格拉底在當眾為自己做辯護 他那樣講 結果大家聽完之後 本來同情他的比較多 最後這個雅典的公民卻大家認為他有罪 這顯示什麼 顯示他們對蘇格拉底的這個講法是很不滿意的 對不對 因而這些東西都不是像表面所顯示的那麼的清楚 那麼最後一個他說 Maybe philosophy is unholy and corrupting 他說也許 也許哲學 就是蘇格拉底這個時候他自稱自己是一個愛智者 對不對 是一個哲學家 那哲學這個時候其實還不清楚是什麼樣的東西 也許哲學真的是一個不虔誠的 的一個學科 哲學真的是一個虎化人的學科 Maybe philosophy is unholy and corrupting As Zachary accusers allege 這是真是控告蘇格拉底的人所要宣稱的 If all it does is undermines the pillars of the community 他說因為哲學所做的事情 是讓這整個社會 就是希臘的這個城邦的支柱都動搖了 就是本來大家是信得好好的 但是哲學要人做的事情 要人去思考 要人去相信自己 那就等於是什麼 不要去相信神靈 不要去遵守雅典原有的規範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有可能哲學其實是什麼 敗壞國家的東西 對不對 那麼這些都會構成的 在我們思考這個 apology 反省這個柏拉圖的作品的時候 所想到的 所以他說 It took a student who had never read Plato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and bring home to me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parable 那Samuelson 他講了整個 apology 然後他讓學生們去思考這一類的故事 這一類的問題 然後他要他們寫作業 來思考蘇格拉底所講的 也許最終學生們 在回去寫作業的時候 會覺得蘇格拉底根本就是油腔滑掉 對不對 蘇格拉底根本就是什麼 用他的這個語言遊戲 在說明 而沒有真心誠意的在為他自己做辯護 這樣的情況 因為很可能雅典的這些公民 就是認為是這樣子 這個是關於第一節的部分 我們所看到的是這樣 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麼接著我們要進入到 這個第三節的第二小節來 也就是書裡面24頁到第27頁的這一小節 那這個改成遠距的教學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可以完整的這個談完一個段落 不需要受到這個鈴聲的限制 所以這個影片的長度可能會稍微比較長一點 那麼在第二小節這裡 所以Samuelson 談到了他自己的教學 他現在要解釋了包括前面的這些問題 那麼他回到他自己的這個生活經驗裡面來談 那麼他談到他在這個社區大學裡面 教很多不同的這個科目 因為如果一直都是教相同的一門科目的話 那這個課程就太枯燥了 所以他教很多不同的科目 那麼其中一門科目呢 就叫做biomedical ethics 就是所謂的生物醫學倫理學 生物醫學倫理學 那麼上這個課的 有很多可能是什麼 這個想要以後希望能夠成為醫生的人 那麼其中還包含了在這一小節裡面 他主要要談到的一個人 就是在二十四頁的最後一行 他提到的這個 Jillian Kramer 的一個學生 那麼他是一個 a nurse's aide 是一個護理師的助手 護理師的助手 那麼在這門科目裡面 他教了很多的這個東西 那麼不同的課題 這些課題呢 大概是我們在涉及到 哲學裡面的 倫理學裡面的 這個跟醫療有關的 那麼大概都會談到的課題 比如說這個 informed consent 我們把它翻成叫知情同意 這個知情同意就是說 你要對一個病人 這個給他什麼樣的藥 或者這個藥會有什麼效果 或者你要對他做些什麼 你必須要什麼 是讓他知道的 在他知道的情況下同意的 如果他不知道然後你對他做 雖然你宣稱說這是對他好 但是這可能就為什麼 違反了某種醫療倫理 這個叫做知情同意 那麼除此之外 這個 Euthanasia 就是安樂死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全世界的立法 現在可能逐漸的就會 越來越傾向於接受安樂死 這樣的一種情況 因為有些人他在生病 其實過得很痛苦 那這個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他希望能夠什麼 能夠比較快的結束他的痛苦 那麼這個採取安樂死 那因為現在醫療方面 如果這個對一個人 這個安樂死 可能會觸犯這個殺人罪 所以這些先在倫理學的範疇裡面 加以討論 那麼以後很可能就什麼 逐漸的透過這個理解 而逐漸的影響到立法 這個安樂死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就是墮胎 墮胎牽涉到兩個生命 對不對 一個是產婦 一個是胎兒 對不對 那麼胎兒究竟算不算是一個人 墮胎算不算是殺害一個人 那麼這些都是一個很棘手的課題 那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那麼除此之外 這個所謂的基因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 那麼也是其中的一個課題 因為這些基因工程 以後可能造成什麼複製人等等 那麼這時候 我們怎麼去算 就是數算一個 誰做了什麼事 當他是 這個牽涉到這個基因的時候 那麼這些大概都在倫理學的 這個就是在這個醫療倫理 或者這裡所說的 生物醫學倫理學裡面 加以討論 加以討論 那麼這些課題 在我們書裡面 就是在25頁那裡 不過當然我們的重點 不在這門倫理學的 這些不同的課題上面 而是他在這個課程裡面 他問了學生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What is a hospital for? 換句話說他問的就是 The hospital's mission 他說醫院是幹什麼的 醫院是為了什麼的 這就好像我們在學期初的時候 我們說哲學是什麼 以及哲學為什麼 對不對 那麼現在他問的就是 醫院是為什麼 一個醫院 他裡面的所有的醫療人員 其實他們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理解 醫院為什麼 這就好像一個人 人問自己我是誰 我為什麼活著 對不對 那麼這些都是一個 基本的哲學課題 那問醫院是為了什麼 事實上他本身也是一個 哲學的課題 雖然他所牽涉到的是醫院 他在這個課題上面 他就開始問學生 問說你認為醫院是為了什麼 那學生們就提出各式各樣的回答 那麼這些回答 其實都會有一些漏洞 那Simelson 就講了這些漏洞 然後讓學生去修改他的回答 那麼所以簡單的說在書裡面 二十五頁的第六行開始 他說我們可以想到的各種回答 比如說 to heal people 醫院是為了什麼 醫院就是為了醫療人 對不對 就是為了醫療人 然後他說 but what about those who have a terminal case 這個 terminal 是終極的 對不對 那麼這裡指的就是臨終的 醫院是為了醫療人 那如果現在 在醫院裡面的那個人 他其實已經什麼 已經是 已經是 這個面臨死亡的時候 那 你醫院還 留這個人做什麼 是不是 你看起來你已經快死了 我也治不了你了 我就把你什麼 丟出去呢 並不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醫院顯然不是只是 為了醫療人 我們現在醫院裡面甚至還有這種 安寧病房對不對 安寧病房的目的不是醫療了 安寧病房呢 收容這些人 讓他們在安寧的環境裡面 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醫院不是只是為了治療人 如果我們從安寧病房來看的話 顯然並不是這樣 那麼 因而他就問到了這種 所謂的 terminal case 所以有些人就說 to ease people's pain 減少人的痛苦 減少人的痛苦 醫療人也是為了減少人的痛苦 那麼在安寧病房裡面 為什麼人要住在安寧病房不回家呢 因為在安寧病房裡面 他可能什麼 就是面對的人生最終的一個階段 醫院裡面的設施 可以讓他減少他的痛苦 所以他才能夠安寧的離開 所以有些人就這樣子回答 說醫院的目的是 to ease people's pain 但是這個 Samuelson 又問了 but what about those whose pain can't be ease 那如果有些人 他的痛苦是根本沒有辦法被解除的呢 那醫院是不是什麼 就把這個人給丟出去呢 這個並不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又回答 to help people whose pain can be ease 去幫助那痛苦能夠被減輕的人 這個是另外的一個回答的方式 那 Samuelson 就又問了 what about those who don't want their pain ease 如果有些人 他並不想要他的痛苦被減低呢 醫院都是在減低人的痛苦嗎 有些人他寧願忍受那個痛苦 他不願意什麼 被譬如說被麻醉對不對 或者是譬如說 這個 這個 處於一種分層的狀態 他寧願什麼 清醒的 可是是痛苦的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醫院是不是說 那你既然不想要你的痛苦減輕 我是不是就把你丟出去呢 事實上也並不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他得到各式各樣的回答 那第四個回答是 to healthy people who want to be held 去幫助那想要被幫助的病人 這個是另外的一種回答 然後他說 他就問說 醫院就是在幫助那個想要被幫助的病人嗎 Is there no obligation to healthy people 那個醫院對健康的人沒有任何的義務嗎 你知道醫院還有什麼 比如說身體健康檢查對不對 那你不能說你身體太健康了 這不歸我們醫院管 這不歸我們醫院管 你不能這樣說 對不對 所以這些顯示什麼 醫院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醫院的任務究竟是什麼 其實沒有辦法用簡單的 任何一個上述的這樣的一個回答 去把它這個帶過去 那Simelson 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很清楚的說 他跟蘇格拉底一樣 他其實心裡面不是沒有想法的 他的想法是什麼呢 在二十五頁的這個第二段 倒數第六行 他說 I wanted to loosen up their minds for an essay I had just signed by Stanley Howarth on the Christian vision of the hospital's mission 那麼他在那裡 他談到了他說 他其實是要給大家看 這個Stanley Howarth 他是一個創辦醫院的人 這個而且是一個基督徒 他創辦了一個基督教的醫院 他想要去讓大家鬆綁他們的心靈 就是透過發現這些問題都不合適的時候 然後再來問 那醫院的任務是什麼 醫院到底是要達成什麼樣的使命 然後來讀 Stanley Howarth 的這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面 他說明了他設立這個醫院 他的看法 他的觀點 一個醫院他有他的視野 有一個他所就是他這裡所說的vision 有一個他所期望這個醫院所達成的目的 那事實上了解這個目的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作為一個醫院裡面的一份子 他才能夠什麼很好的去 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的抉擇的時候 那麼這個目的應該要什麼 浮現在你的心裡 然後讓你在這個關鍵性的抉擇 要救不救 要給他麻醉或者不給他麻醉以及等等 在這個時候 這個目的就會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他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所想要這個得到的一個結果 就是問這個問題 透過問這個問題 然後讓學生來讀這篇文章 但是Samson 並不是要去談這篇文章 相反的他在後面他這個顯示了 他說就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在那個二十四頁下面所看到的 那個學生 那麼這個 Jillian Kramer 這個學生呢 覺得 就是老師所問的這個問題 他覺得很有意思 結果他就把它作為他自己 期末報告來撰寫 期中或者期末報告 那麼 然後他就開始去要研究這個課題 然後寫出一篇報告來 那他說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那麼這個 這個老師呢 就把這個學生找來 就問他 那在二十五頁的第三段 第三行的地方 他說他問了這個學生 就是你寫這個報告 這個有些什麼想法嗎 然後這個做得怎麼樣 那這個 Jillian 就對這個 Samuelson 說 他說 At first She saw my question silly 他說在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在課堂上問說 醫院是做什麼用 問這個問題 他覺得 這個實在是一個很笨的問題 事實上是 就是一個很笨的問題 然後他說 But after the discussion 但是在經過討論之後 也就是在課堂上 當然有人回答 然後 然後這個 Samuelson 給了一些 這個質疑之後 那麼說 經過這樣的一個 討論之後 she realized that she didn't have a very clear idea of the overarching point of a hospital 他才發現到 他自己其實 對於這整個的 醫院的一個 overarching point 這個 overarching 就是一個 寒瓜一切的 那樣的一個觀點 就是醫院 整個來說 是要為了什麼 他說 他其實 並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觀念 那 他沒有這個清楚的觀念 他說 which struck her as odd 就是 沒有清楚觀念這件事情 讓他自己覺得 這個 自己實在很奇怪 就是 自己在一個醫院裡面服務 然後你說 醫院是做什麼用 他經過 反省之後 他發現 好奇怪 我自己竟然對 這個醫院是要幹什麼 竟然沒有辦法說出一個 明確的 而且能夠涵蓋所有 醫院的這些 設施 以及人員 還有醫院的這些 做法的一個 總的說法 這個是他在這裡 他這個 談到 這個 Gillian 他自己的一個 反省 那 在這裡 我覺得那個 兩個中藝本的 中藝 都有問題 反體制的中藝本 他一開始把這個 Gillian 從女生的他 變成了男生的他 但是後面他又回到女生的他 然後他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 over-arching point 他直接把它翻成叫目的 事實上他忽略了那個 over-arching 就是有一個 涵蓋全部的 那樣的一個意思 然後 which trucker is out 就是他發現自己 自己沒有辦法去說 醫院究竟是做什麼用 他覺得這個是 自己這樣子是很奇怪的 結果這個 中藝本翻譯說 甚至覺得想這種事很奇怪 結果變成是 去想這個事情 變成是很奇怪 這個翻譯顯然 是不太正確 反而那個 簡體制中藝本 在這方面是正確的 就是 他奇怪自己 竟然對 醫院最重要的意義 迷迷糊糊 但是他一樣的 他把這個 over-arching point 他把它翻成叫 最重要的意義 那 何夫略的這個 over-arching 這個字 所顯露出來的 一個 整體性的 涵蓋全部的 這樣的一個意涵 好 這個是關於 他所問的問題 以及 他的這個學生 Gillian 他 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的一個 情況 那他呢 因此他要寫這個報告 那他要寫這個報告 他怎麼去做這個研究呢 你就可以看到 Gillian 他決定 他要去問醫院裡面的每一個人 醫院的 醫師 醫院的護士 護理師 還有像他一樣的 其他的護理師的助手們 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到底認為 醫院 是 要做什麼用 然後呢 他就問了所有這些問題 而且呢 Gillian 因為他已經 在課堂上討論過了 所以他知道 任何的一個回答 都會有他的漏洞 所以他也會 問了這個問題 人家給了一個回答 他就說 照你這個回答 他有些什麼樣的漏洞 然後他也一樣的 就是讓人家去修改 然後他就這樣子問來問去 他甚至去問什麼 醫院裡的病人 說你覺得 醫院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還問醫院的行政人員 那個管會計的 管人事的 說你覺得醫院是做什麼 然後問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他問的越多呢 他說他就越 感到 模糊 感到難解 就是 發現到大家 所理解到的 這個醫院的目的 其實都不一樣 那你可以設想的 當一個群體 所有的人 對於這個群體 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群體 其實沒辦法好好的 做一件事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 好像都有不同的目的 就會變成是這樣的一個 情況 但是基梁發現 原來醫院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一個 對於醫院的目的的 不同的 看法 那 然後他就把這些 不同的說法加以 整理 歸納 那他得出了一個 得出了一個 一個 一個結論 他覺得 在所有的回答 他的人當中 他覺得有一個 回答的比較好的 那麼 是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呢 同樣的在一開始的時候 給了一些回答 然後 基利安呢 一樣的就告訴他說 這個回答有些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 二十五頁的 這個第三段 第三段 這個倒數第 倒數第九行 他說 the best answer 就是回答這個 這個醫院的 這個回答這個基梁所問的問題的 這個醫院的這些人 他其中一個最好的回答 the best answer she said was given by some doctor 是某個醫生 who after having his first couple attempts shut down by nurse's aide 他呢 一開始所做的一些常識 就是他所做的那些回答呢 被這個 護理師助理 就是基利安呢 shut down 就是把他設下來 意思是說 你這個回答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就被設下來了 那麼在被設了幾次之後 他說 said maybe we are supposed to do all the above 也許我們 醫院的目的就是要去做 所有的這些事 他最後的 得出來的結論是 所有的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我們要幫助那些生病的人 但是健康的人 我們也要幫助 對不對 我們要去 這個治療 病人 但是我們也要減輕病人的疼痛 對不對 等等 就是所有的這些 可能都算是醫院的任務 這不思維是一個 聰明的回答 對不對 但是基利安後來把這個 醫生的這個回答帶回去 然後來加以思考 他說 這是一個最好的回答嗎 他發現這個醫生指是什麼 就是 好吧我任何一個回答都沒有辦法 統完全 完全規盤蓋所有的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回答 這個所有的回答這個 合在一起 但是 所有的回答 晃在一起呢 你就發現他其實缺乏一個 中心的目的 以至於在面對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事實上是 沒辦法 給出一個 好的 判斷 那麼 所以 基利安就 考慮到 他說 如果醫院要做的就是 這麼多 所有的這些事 How are they to know when to cure when to ease pain when to have patients transition back to normalcy 他說 那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是要去醫療他 什麼時候是要去減輕疼控 什麼時候是要讓他回歸正常 還是什麼時候是什麼 讓他去 這個 在安寧的環境裡面 去過世 事實上 如果醫院沒有一個明確的目的的話 我們並不知道 什麼時候要選擇做哪一件事 你以為我們現在指什麼 籠統的 混淪的 把所有的東西都 歸納在一起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判準 那麼 或者說 Should they always give patients what they want 醫院要 就是病人想要什麼 醫院就要給他什麼嗎 是照著病人的意思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醫院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是百貨公司 對不對 比較像是販賣的 那個顧客要什麼你就給什麼 醫院是這樣嗎 這個是Jillian 會有的一個疑問 那麼第二個 接著他進一步問了 Should they already give them what they need 醫院要給別人所需要的嗎 總是給別人所需要的嗎 這個是他另外的一個疑問 然後 How do you know when to do one with the end the other 那我們如何能夠知道 你要做的是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呢 What's their most important mission of all 那麼在 如果你說醫院就是涵蓋 所有的這些事情都是 哪一件事最重要 Why were they there 那最終他問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 他們 這個他們指的就是什麼 醫院的醫生 醫院的護士 醫院的行政人員 甚至醫院的病人 這些人為什麼在醫院這裡 為了什麼對不對 這其實 最後這個問題 事實上就是一開始的那個問題 就是What is a hospital for 一個醫院到底是為了什麼 為什麼 他集合了所有的這些人 讓這些人在這個地方 到底他想要 達到什麼樣的一個任務 這個是Jillian 在思考了他認為 那個回答的最好的一個問題之後 他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所以你可以透 在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哲學的反省 其實就是這樣對不對 一個看起來很好的回答 經過進一步的詢問之後 他就會更加的深入 然後 因而就需要進一步的這個討論 就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那麼在二十五頁的最下面一段 他談到他說 the problem Jillian recognize is that the hospital can subordinate his whole purpose to maintain broken people 那麼他說 這個醫院也許可以 這個 他說醫院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什麼呢 就是醫院常常把他的整個目的 看作是 用來 他用這個mending mending 是修理 修理那個broken broken 一個東西壞掉叫broken 醫院的目的變成什麼 修理壞掉人 就是醫院好像是一個修理場 那人呢 什麼東西壞掉了 他到醫院去 那麼醫院呢就 就把他加以整修一番 就好像台大的那個腳踏車 修理腳踏車的地方 你的腳踏車出什麼問題 然後你就送到那裡去 那他就幫你修好 那一樣的 醫院的工作好像是什麼 就是人有什麼地方壞掉了 然後你就到醫院去 那Jillian 現在在 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得到一個結論 說醫院好像老是這樣子在做 那麼這樣來做的結果呢 就會什麼 就會把 本來好好的人都看成 他是有什麼地方故障 這種情況 那麼他這裡就舉了一些例子 在 這個25 頁的最下面的三行 他說 too often pregnant women are treated like they are sick 他說 懷孕的女性 懷孕的女性其實並沒有壞掉 對不對 可是呢 他們到醫院去呢 他們通常被當作像是一個病人 來被看待 其實 他們並不是病人對不對 可是醫院已經太習慣了 就是進來的人就是要維修的 那懷孕的 一個懷孕的人 既然交給醫院處理 好像醫院就要把他維修 就把他當作像病人一樣來看待 這是為什麼在這個 因為有些國家 有些人不想要到醫院去生育 生產的一個情況 其實到醫院去生產 我覺得能夠提供的主要的就是 以防在生產的過程當中有些什麼不測 對不對 否則你就是讓他自然的生產 對不對 但是醫院常常不是這樣 他總是想說他來了 他就是個病人對不對 那我就要給他一個最保險的方式 所以幾乎什麼 醫院給你的建議一定什麼 剖腹 因為剖腹最安全對不對 醫院不會管你說 肚子裡面會留個疤或者什麼樣 他對待的方式就是 把人當作像是一個機器 那這個機器呢 如果能夠完全 讓我安心的操控 那是最好的 剖腹是讓他最能安心操控的 相反的讓他從他肚子裡面自動自己伸出來 這個可能變數比較多 那醫院就不想要這麼做 所以他說這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 懷孕 在醫院裡面的一種處理的方式 常常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Morners are dealt with like they are psychological cases 這個 mourners 是什麼 就是 吊咽的人 這個 他們呢 面對的是什麼 家人的過世 或者家人的傷心 家人的這個生病 所以他們心裡面很難過 那麼這些很難過的這些人呢 他們在醫院裡面常常被當作是 這個他說的這個 psychological cases 就是當作是心裡有問題的人 就變成了他們好像是某種精神病患 來處理 而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因為其實任何一個正常的人 在面對家人的情況的時候 他傷心難過的 事實上是正常的對不對 但是一旦到了醫院 醫院好像動不動就要把你維修一番 所以他不會讓你什麼 自自然然的去傷心難過 相反的他就要去解決你的這個傷心難過 他說 這個真是醫院裡面常常有的大問題 然後最後他說 Fox clearly dying poinlessly fixed 這個要死的人 他很可能什麼 其實已經面臨的就是死亡了 也許應該讓他自然的死亡 可是到了醫院呢 忍不住的就是要把他修理一番 對不對 他用的就是這個 修理機器的這個 fix 好像不修理他就不是醫院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什麼東西送過來 一定要什麼插個管 急救一下 就是搞得人非常痛苦 然後醫院最後就是看實在沒辦法了 才願意放棄治療 所以一切都是要去治療的 那麼這是為什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26 頁 第一行 他說if the hospital is merely a mechanical body shop 他說醫院看起來就是一個機械的身體商店 那他在這個身體商店裡面 他進行各式各樣的一種維修 then we live in a less than fully human world 就是 是一個不太有充分人性的那樣的一個世界 這個常常是什麼 醫院會有的問題 就是醫生把自己當作就是一個修理專家對不對 然後好像人進到醫院來 這個就要去加以修理一番 這個是他講到 Gillian 他的那個報告裡面 他覺得會有的一個問題 那麼這個會有的問題當然牽涉到就是 到底醫院是幹什麼用的 如果我們把醫院當成就是一個修理中心的話 那麼醫院當然就會變成是 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麼換句話說 如果醫院不是總是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顯然的對於所謂的 What is a hospital for 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做進一步的一個檢討的 在二十六月的第二行 他談到 這個是 Gillian 說的 他說 Imagine Doctors who who spend decades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medicine who have never much thought of why they were really doing it 他說你可以想像嗎 就是醫生他們窮盡幾十年 然後呢就是在學醫學對不對 這個念醫學系要比其他的科系要多很多年 然後畢業了之後還要去實習 他們花那麼長的一段時間 在學這些東西 可是呢如果你想像一下就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他們究竟要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純粹就是什麼 在學這個技術的這一面 那麼同樣的 這個甚至蘇格拉底在質問 那個雅典公民的 就是這個二十六月的第四行 他說 Imagine politicians and craftsmen not knowing fully the ultimate point of their respective craft 他說詩人 政治家 還有各式各樣工匠 當他們在做他們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其實從來沒有去想想看 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情的終極的目的是什麼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說他們其實並不知道 他們自己是在幹嘛 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在幹嘛 這個大概就是 他用這個來解釋前面 這個蘇格拉底問了這些人 並且蘇格拉底認為 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做什麼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一個人如果他 不曾經真的去反省檢討 自己所做的這個事情 而只是就是那樣的做 一輩子一直做 那麼事實上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幹嘛 那麼所以一個人也很有可能什麼 活了一輩子 他並不知道他這一輩子活著在幹嘛 不是嗎 很多人可能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蘇格拉底所謂的無知 所謂的這個無知 OK 在二十六頁的第二段 他提到 這個Jillian 的情況 他說 Many of her co-workers 他說很多他的同事 she figure did good job 他們其實都什麼 這個做 做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可是呢 後面馬上加了一個破折號 他們做得很好是什麼 just going on their fear for what they ought to be doing 他們呢 是 他這裡所說的on their fear 就是什麼 憑著他們的感覺 來做他們應該做的事 所謂的做得很好 就是憑著他的感覺 就是 我是做這一行的 做這一行呢 我感覺好像就是要這樣做 他並不去深究 這一行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而只是什麼 憑他的感覺去做他的事 那Jillian 所得出來的結論是 他的這些同事們幾乎都是這樣 他們很用心的 很努力的 花很多時間 在他們的工作上面 所以他們 did good jobs 但是呢 他們其實只是 憑藉著他們的感覺 在做他們的工作 那這個是 是 是這個 我們在英文上面所看到的 那梵底志中藝本 這個翻譯 我覺得是錯的 他說 吉利安認為 他的許多同事都很認真工作 他們只是覺得自己要做好分內的 工作 他顯然沒有把這個 going on their feet 就是 憑這個 那個感覺 這個 擺在這個重點 他們其實只是 憑這個感覺在做 那梵底志的中藝本呢 則是 他不是翻成吉利安 他翻成吉連 他說吉連知道同事們工作 做斤斤夜夜 他們只是 感覺 該做好分內的工作 那麽我覺得在這裏面 他們都 這些翻譯 都 忽略掉了這個 所謂的 just going on their feet 因為 蘇格拉底要人去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什麽 去反省 對不對 那麽只有透過反省 你才能夠什麽 真正的去掌握到它 如果你只是憑感覺 你沒有辦法去掌握到這件事情 那麽 所以 他們要在 這個 透過這樣的一個反省來 來做 而不是 這個憑那個感覺做 他們 應該做的事 不應該只是這樣 這個是 吉利安在 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一個 回答 那 在 我們的書裏面 他談到 那個 吉利安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就把他類比到蘇格拉底來 在二十六頁的第二段 第二行 瓜虎裏面他說 If the secretary discover that the poets can explain their points, he concludes, I decided that it was not wisdom that enabled them to write their poetry, but a kind of instinct or inspiration. 那麽蘇格拉底他在問詩人的時候 他覺得詩人能夠寫出這麽好的詩 然後 這個詩的內容能夠發人聲醒 所以詩人一定很清楚的知道 他們是在做些什麽對不對 但是蘇格拉底問了詩人之後 他發現詩人根本就不懂他自己的詩 他得到的結論是這樣 那所以呢 他說詩人不是憑著他們的知識 或者憑著他們的智慧來寫詩的 事實上寫詩是不需要知識或智慧的 這是各位所知道的對不對 你要成為一個好的詩人 在現代你要成為一個好的詩人 不是去台大念一個中文系 或者是外文系 或者是甚至念中文系外文系的 碩士班博士班 你念那麽多的知識 未必能夠讓你成為很好的詩人 你只會成為一個很好的詩的研究者 而不是成為一個好的詩人對不對 一個好的詩人也許 並不需要那麽高的學歷 一個好的詩人需要的是什麽 需要的是靈感對不對 所以蘇格拉底在詢問了這些詩人之後 他發現這個詩人並不是很有知識啊 而是他們有很好的什麽 instinct 直覺 或者是很好的靈感 那麽這麽我們就看到靈感這個詩了 inspiration 那麽這個詩它是中間是spirit spirit 其實就是精神 或者甚至就是那個 我們這一節標題那個demon 那個精靈對不對 靈感意思是什麽 神靈進到了你裏面來 一個詩人需要的就是 神靈獲得這個神靈的青睞 然後神靈進入到你的內心 讓你下比如有神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麽蘇格拉底最後的結論是 詩人其實是無知的 他們事實上就是什麽 得到神靈的青睞 或者他們有很好的直覺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事實上 常常也是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是如此 我們是憑著感覺在做事 憑著直覺在做事情 而不是對於一件事情有真正很好的了解 那蘇格拉底他得到的這個結論 也很類似像是這樣 那在下面他 在二十六頁的第二段的第五行 他說 but she wonder if they wouldn't be better off opening their mind to the full 出手 就是 Jillian 他覺得大家都是憑著感覺在做事情 他在想 如果這些人願意什麽 敞開他的心胸 面對這整個的真相 就是醫院到底是為了什麽的話 他說他們會不會是更好 這個更好指的是什麽 就是前面他說他們是 did good job 對不對 他們很好地在做他們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們願意搞清楚醫院是為了什麽 他們會不會是更好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是做得更好 那這個 反體制的中藝本呢 似乎 忽略了這些 講的是醫院的這些人員 所以他把它翻譯成叫做他們是否就能過得更好 事實上這不是過得更好對不對 而是做得更好 就是在醫院裏面工作的這些人 如果他們能夠了解醫院是為了什麽 他們也許能夠更好的做他們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傻傻的憑著感覺在那邊做事 那在這裏他又有一個瓜糊 一樣的他談到了這個蘇格拉底 在這個 apology 裏面的一個說法 他說 if I tell you 他說如果我告訴你們 蘇格拉底這個時候是站在雅典的 像是羅馬競技場那樣的地方 因為審判他們是所有雅典的公民 他們就坐在那個觀眾席 然後蘇格拉底當著大家的面 那當時沒有麥克風 蘇格拉底必須用很大的聲音對大家說 他說 if I tell you that 這個 that 後面是一個很長的直句 一直接到我們投影片這裡 我們所可以看得到的這個地方 然後後面呢 有另外的一個直句 所以他的這個 I tell you 後面接了兩個直句 那麼第一個直句說 that would let no day pass without discussing goodness and all the other subjects about which you hear me talking and examine both myself and others 他說不要讓一天過去 而那一天呢卻完全沒有去討論到善 以及其他的這一類的課題 這些特題就是什麼 我跟人家在談的那些課題 並且呢這個什麼 這個檢查我自己以及其他人 他說每一天都要去這個談到善 以及做這樣的一種檢查 他說這樣的一件事情 It really the way best thing that a man can do 他說這是一個人他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情 一個人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天都能夠去討論善 以及檢查自己有沒有在這方面好好的做 別人有沒有好好的做 他說這是人活著最好的事 所以人活著最好的事是什麼 反省自己對不對 像我們在倫理裡面看到那個真子說 無日三行無身 那蘇格拉底在這裡事實上也說 他說人生最好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不斷的在檢查我自己 然後討論到什麼東西是好的 goodness 對不對 什麼東西我所做的這些事情 以及別人所做的這些事情 好好的去討論一番檢查一番 這個事情做得好不好對不對 他說這個事實上是一個人能夠做的最好的事 他說我告訴你們這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 and that life without this sort of examination is not worth living 生活當中如果沒有這一類的檢查 那麼這個生活其實是不值得活的 蘇格拉底的一句很有名的話 就是從這裡抽出來 就是一個未經檢查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其實蘇格拉底是講了一個非常場的話 我們從中間就是把它斷章取義的 把這個部分給湊出來 他說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人生當中其實最好的事情就是 不斷的在討論什麼是好的 然後檢查我們自己 有沒有好好的過這樣的生活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人生當中 沒有做這樣的檢查 這樣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ok 這些構成了一個附屬指句 他說如果我告訴你們是這樣的話 you will be even less inclined to believe me 他說你們大概都會更加的不相信我 可是蘇格拉底說我就是這樣想的 那麼他這個當然就是在對這個 這個雅典的這些公民 這些要審判他的人說的 他說我其實我在乎的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人生活著就是要去 問什麼東西對人好什麼東西對人不好 然後檢查自己所做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朝向好的那一面 對我來講這是什麼 最有意義的人生 那相反的如果人生不這樣做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他說我告訴你們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們大概非常的 就大概就會更加不相信我 我其實只是要這樣而已 要這樣而已 這個是蘇格拉底在那個 apology 當中 他對大家說的話 那麼 Jillian 他自己也在 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對不對 但是不管怎樣他做的這些思考 他最終必須要把他寫的這篇報告 交給他的這個老師 他說 she had to get going and handed her paper to a red professor 那麼這個 red professor 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非常專心的 非常認真的教授 這個教授要清楚的知道 你究竟在這件事情上面是怎麼想的 所以他必須要什麼 趕快去完成他這整個的作業 然後把它給交給他 那這句話我覺得在兩個中譯本 都做了很奇怪的翻譯 繁體字中譯本竟然把它翻成叫做 一意孤行的教授 那簡體字中譯本 只是乾脆就不翻譯了 顯然他們對這個 red professor 找不到什麼適當的字眼 其實就是一個很認真的教授 這個很認真的在看待他的 paper 的那樣的一個教授 ok 好 那在這個後面呢 他其實講到的就是 Jillian 的這個報告 他這個報告的內容 這個所談到的就是在 在26 月一直到27 月的最後的這三段 那麼 Jillian 在這篇報告裡面 他整個的對整個醫院的制度 醫院的做法做了一個檢討 就是他本來要問的就是 醫院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他也做了實證的這個採訪 這個問了所有的人 那麼他最後得到了一個結論是說 people who are sick 他說病的人 grow alienated from those around them 這個病人呢 因為他周遭的人 因而就變得異化了 alienated 這原來是馬克思的 這個哲學裡面常常談到的這個字眼 那麼 Jillian 在他的這篇報告裡面 他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他說他們其實在 因為他周遭的這些東西 而被把自己這個 alien 你知道 alien就是外星人對不對 就是異種 一個跟地球人不一樣的東西 那麼一個病人呢 他在這個生病的過程當中呢 他變成 異種了 他脫離了他自己的 變成了一個他自己都不認識的 一個這樣的一種存在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alienated 異化了 他說 their pain exile them from the human community 他們的痛苦呢 把他們驅逐出 人他原先所生活的那個世界 就是人的社會 他現在呢 因為他的這個病痛 他沒有辦法活在 他原先所熟悉的的 那樣的一個社會當中 這個是 這個一個病人 他在生病的時候的一個情況 那他說 the closest she could come to formulating the goal of a hospital was 他最後他得出的一個結論 就是醫院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他所得到的結論是 to be there for people 就是醫院呢 就是為了人而存在 那麼這個 to be there for people 他用了很多的這個說明來談 什麼叫做 to be there for people 他說 to be there when they are sick to be there when they are dying to be there for the families who just lost loved ones to aid people when you could and when they wanted but most of all to be there for them human to human 這個是 Jillian 最後他所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那麼換句話說 在這個結論裡面 他顯然所期待的就是 醫院對待人 其實是用一種人對待人的方式 來面對 而不是一個什麼 修理機器的專家 的技工 來面對一個壞掉的一個機器 這個是 Jillian 的這個報告後面 最後所提到的 那他在這裡他說 所謂的人對 以人對人的方式 他說 to be there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suffering and to help them 就是他們在受苦 而我們要去幫助他 這其實就是什麼 回到 人最初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當我們看到有一個人在受苦的時候 我們伸出援手 醫院要做的工作 事實上就是像這樣的工作 那麼如果你是對一個人在受苦伸出援手 你當然是以一個人的身份 同樣的那個被幫助的人 也是以一個人的身份 那樣的一個人對人的方式 對不對 to help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to transition from the lonely dreams of pain to the regular world again 讓他們 從那個痛苦的寂寞的領域當中 能夠回到一個正常的世界 這個是 Jillian 他在 他的這個報告的這個 最後他所得到的一個結論 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之後 他談到他說 如果醫院的目的是這樣的話 那醫院裡面 誰最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 在二十六月的最下面一段他提到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這門課 大部分的修課的同學都是 醫學系的同學 那麼這個 也就是以後是要當醫生的 可是 Jillian 在 what is hospital for 的這個問題上面 他認為 最能夠達到這個人對人的目的的 他說是護士 護理師 而不是醫師 這個 這個就是二十六月的最下面一段 他說 she saw that the nurses the nurses were the best at this 他說 護理師是 在這方面是最能夠做到的 even if they couldn't articulate it 即使他們沒有這樣說 那為什麼護理師是這樣呢 因為護理師的工作就是照顧病人對不對 這種照顧正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這個 take care 那個 care 那醫生他其實 大部分的時間是不在對不對 他們主要的做的是什麼 研究 研究這張 S 光片 研究這個得出來的 的那個檢驗的結果 然後來看看要怎麼去 這個治療他 他們其實並不 花很長的時間在 這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上面 而護理師花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在 下面他就講到 那個二十六月的 最下面一段第二行 他說 for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caring for the individual patients as human beings trying to make them feel at home or at least not so far from home 這是護理師所做的工作 第二個 second because they spend such time with the patients and because they observe first hand how various treatment work she thought that they tend to know better than the doctors which treatments work best and which are dead ends 他說護理師比醫生更能夠知道 什麼是好的治療 什麼是不好的治療 因為他們就在當場目睹著 這個病人在這個治療下 變得有精神了 或者變得疲倦了 他們是 以人對人的方式看到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所以他提到 他說 the point of medicine is care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對不對 這個 他說這個 醫藥的重點其實就是 care take care of the care 就是你能夠給他什麼樣的 care 對不對 而護理師呢 其實比醫生更多的給出了這樣的一個 care 那醫生呢 他在這個 二十六月的倒數第三行 他說 doctors are there 醫生當然也在 she marvelously concluded to help the nurses 但是他們在呢 其實是幫助護理師 所以醫生其實是 護理師的助手而已 這個是他所得到的這個結論 他甚至說 在這個二十六月的最後的兩行 他說 but doctors should feel overrate their wisdom based on how much they know about science 就是醫生呢 他說他們太高估了他們自己了 那麼這個高估自己呢 就好像蘇格拉底談到那些工匠 高估他們自己一樣 因為呢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有知識的 護理師在這方面呢 還比較不會有這種無知的傲慢 可是醫生呢 常常是充滿了這樣的一個無知的傲慢 那麼這一點呢 也許可以做為一個 這就是今天的這個課的最後 我們所提到的 就是二十七月的那個 上面的那三行 在那裡蘇格拉底談到那些工匠 他說 on the strength of the technical proficiency they claim a perfect understanding of every other subject however important and I feel that this error exhips their positive wisdom 蘇格拉底在討論那些工匠的時候 他說這個工匠太自以為是了 因為他自以為他自己 對於他自己的記憶的 那樣的一種知識 結果呢事實上反而 侵害了他們所具有的智慧 因為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所做的事情是為了什麼 就這一點而言 他們事實上是無知的 可是呢 他們卻完全忽略了他們 在這方面的無知 所以呢 因而他就 exclips their positive wisdom 這個也許可以作為任何一個專家 特別是作為醫生們 在思考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最終你要去思考 你念醫學系 你做這一個工作 他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只有在清楚這個目的的時候 那麼你的這些知識才能夠派得上用場 好 這個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第二小節的部分 就apology 第二小節的部分 那這部分一共有五個小節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上完這個兩個小節 那麼後面的三個小節就留到下一次再繼續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